离开美国许久的法国车厂Pujo最近宣布将于2026年左右回到美国市场 也同时释出早已盛传多时的新世代Pujo 208官图与资讯 新车提供GT-Line、GT以及电动版本E208等六种车型可供选择 并采用CMP模组化平台打造 减少车身重量同时提高空气动力表现 全新Pujo 208外观继承新世代家族风格 车头LED灯组造型拥有特别的湿爪型设计 并从中延伸出LED日行灯到保险感两侧 大型矩阵式水箱护罩以及下进气坝口 营造出动感造型 搭配17寸5V双热铝合金轮圈与黑色亮面饰板轮拱 车尾同样导入湿爪造型LED尾灯 拥有极高辨识度 车内采用全新家族数位化座舱 科技感十足 中控台上10寸触摸屏幕 轻松操控车内各项设置 另外还有小盘径方向盘 碳纤维试板与金属试条等等 新车搭载1.2 PureTech汽油引擎 输出75匹100匹以及130匹三种马力 搭配6速手排或8速自排 1.5 BlueHDI柴油引擎搭配6速手排最大输出100匹马力 而首次亮相的1208纯电动力 采用具备136匹马力以及111磅尺扭矩的电动马达 搭配50千瓦时的电池锁 0-60加速为8.1秒 最大续航211英里每小时 使用家用充电装置 需要16个小时才能充满电 但若通过100千瓦公共快速充电设备 30分钟便能充满80%的电力 新时代Pujo 208将于3月底开始接受欧洲市场预定 夏天将在各地上市 114 数量